然後情感教育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像汽車工業革命 像那個 0到100公里 我們可以越來越快 可是從來沒有人討論過 100到0的煞車 是要怎麼做的 現在時代的進步 他們隨便拿起一個APP 它下載完 它註冊完 它可以在網路上認識任何人 可以開啟隨機的開啟一段聊天 甚至超越國際的去 認識其他國家的異性 或是跟人家談天 然後聊心事 然後甚至會很快認識另外一個人 可是並沒有一個機制告訴他 怎樣你不會受傷 然後以及怎樣 什麼時候我們要做什麼 而不會在這段關係當中受到傷害 所以這是我覺得 情感教育當中 我們覺得我們的教育很缺乏 就是好好去談愛情這件事情 然後愛情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大多數人 因為可能升學 或什麼這些在高中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這只是一個 不是一個主題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是升學 功力這些比較重要 但是實際上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人生當中必然遇到的事情 然後在我們現在 所有的流行的Netflix 偶像劇 或是一些串流平台上 最紅的影片都是跟愛情有關的 可以看出我們人們 對於愛情的嚮往和渴望 然後在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高中英文課本上 有一句話叫 No one is an island 就是沒人是一座古島 我們人生在這個世界上 本來就在尋找我們靈魂的另外一半 那因此我想利用這次機會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把所有我的課程的一些精華濃縮 就是我對於人生對愛情有三個體悟 就是有一些書本上沒有 但是我對愛情有這些特別的感想 想分享給各位 就是天秤 營養以及需求 天秤這張圖是來自於什麼 有一次我在看那個 很有名的動漫叫做 《鋼之戀青術師》 它裡面有提到等價交換法則 男主角跟女主角說 我的人生給你一半 你的人生給我一半好不好 那女主角回應他說 盒子一半 我把我全部人生都給你這樣 然後男主角就笑著說 你突破我的等價交換法則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想到愛情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說好像在愛情當中 我的人生經驗當中會覺得 好像我們會常常會有一些 付出和收穫這樣的議題 我常常覺得就是 付出和收穫是沒有相等的 付出和收穫沒有相等 就是我會覺得 我好像在感情中我投入很多 但是常常沒有相對應的回報 比如說我真的很喜歡一個人 然後我對他做很多事情 然後很希望對他也喜歡我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常常會發現這是一個 沒有等價的平台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到問題出現在哪裡 怎樣才是真正的平等 就是關係是對等的 什麼是對等的 就是假如說我今天很喜歡這個人 然後我對他做了很多事 然後我給他很多東西 那但是接受另外一方 他很快的收到很多好 和好意和禮物 但是他在這就有禮物當成當中 我們每個人內心都其實都會 有一些內疚感或是拿人手短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在收穫別人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會有點不好意思 或是覺得我好像應該要回應什麼 可是當沒有辦法回應的時候 比如說你希望的回應是愛情 但對方其實對你沒有那麼大的感覺的時候 沒辦法回應的時候 你做越多事情會越把對方推開 所以這個天秤就會變成是失衡的 那要怎樣讓天秤能夠平衡呢 當一段觀音當中 如果說當你拋出一個球 對方給的回應跟你的付出 慢慢的雙方都彼此對這段關係 有一些付出 比如說我可能送個小禮物 或是很小很小的小心翼之類的 那對方也同時回應 給你同樣的東西的時候 這段關係當中是一個比較平衡的 也會讓人家比較舒服的感覺 所以當一段觀音當中 他適用在無論是愛情或是人際 都適用在這樣的天秤當中 當我們對一個人的時候 如果對方又給我們回報 那我們的關係就可以比較有好的持續 和比較好的發展和化學效應這樣子 可是當只有一方一直在付出的時候 其實會造成對方 另外一方很大的壓力 那自然而然就會把對方推走 一對情侶當中 如果說有一方一直會另外一方付出 而另外一方只是接受 他就很像一個時下流行的動漫 叫做進擊的巨人 進擊的巨人的劇情 大概就是有一群人類 他們被在一個層次裡面 他們沒辦法出去被圈養著 然後所以在那種情況下 他們想要出去看世界 他們想要出去探索 然後想要看到真實的世界 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覺得愛情也會很像這個概念 就是在一段觀音當中 如果有一方 男女朋友有一方是特別的 比如說一直在照顧對方 然後一直在對對方好 然後有一方是 消極被動的接受 接受對方的付出的時候 其實慢慢的被勸養的那一方 他也會想要去看看新的世界 他也想離開那種被勸養的關係 因為他在觀音當中失去價值 他在觀音當中沒有成就感 他自然就會想離開這張關係 所以我覺得天秤可以適用在 所有的情感關係 人際關係 課程當中分享給同學的 就是讓他們看到 就是有時候 他們常常問我說 老師我跟這個人互動我沒有機會 所以他們會給我看LINE的對話 給我看說他們聊天的內容等等 之後問說老師我有沒有機會 其實我都很想跟他們分享這張圖 這張天秤當中你的狀態跟對方的狀態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反而透過這樣的看情 你會知道自己可以退一步 不要做那麼多 然後和對方能夠平等更多的話題 然後能增加你們聊天關係的品質 因為我覺得感情當中 我們常常不是在感動別人 而是我們在感動自己 因為我們會覺得 我們自己很像是一個很用心的情人 我們很希望自己得到這種肯定 所以我們常常會給予 不是對方需要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當我們期待對方約束完美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需要天秤的另一端 我們自己也要那麼完美 也要自己那麼好 也很有自信才能去處理這段愛情 這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第一張圖叫天秤 那我想跟各位分享第二張圖叫做陰陽 假如我們在社會上新聞上 或是媒體上或是傳媒上 所以我們看到所謂愛情的時候 請問你們有印象當中 你看到愛情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好的或壞的 那當然在這個時下的社會當中 我們看到愛情議題 浮現在社會新聞或是媒體討論上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不好的 離婚 劈腿 背叛 然後偷吃 或是一些各種富項的語言 字句或是各種負面的東西 我會問學生說 假設我們剛才提到那些 所有的負面的愛情當中的負面的東西 是黑色那部分的話 那請問白色的部分是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以上帝視角來看 這張圖 這個陰陽圖是一個完整的愛情 黑色的部分其實是愛情中不好的部分 然後白色就是愛情中好的部分 曾經的初戀 第一次對方回你訊息 第一次牽手 第一次約會 第一次初吻 然後第一次很多你們經歷過的曾經 然後很多愛情當中曾經很快的裡面 所以其實以上帝視角來看 一段關係 它有好有壞 曾經發生過很好的事情 雖然最後結束是不好的 可是因為我們在這個時代 會一直強調那些負面的東西 所以讓我們會對愛情常常抱有的仇恨 或是沒辦法去好好的看待愛情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因為愛情其實是有很多很好的一面 但是我們過度強調它壞的一面 所以這社會上 我們比較看到更多的情殺的新聞 或是很多負面的東西 假如你讓他看到愛情當中的好 曾經的好 他們會去想像感謝曾經的那一段好的關係 而不是著重在發生壞事 那就會檢查他後來的後續的傷害 其實變分手了 他也會感謝在那段時間曾經有人陪伴他 然後這會讓人成長 最後第三張圖叫做愛情中的需求 這也是我在有一天忽然想到的 就是馬斯多爾的需求階層 就是我在想說 為什麼每個人對愛情的想像 不太有些人想要 某樣的愛情的一個理想的type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是這樣子 那因此我看到馬斯多爾需求階層當中 在現在所有高中生的課本上都有 公民課本都會有 就是馬斯多爾的需求階層 先從生理的需求到安全感的需求 到愛有利屬 自尊和自我實現的需求 那慢慢的我把它解構來講 其實愛情當中 需求沒有高低之分 在馬斯多爾當中 自我實現是最高層的需求 那當然愛情當中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自己獨特的需求 比如說 他可能會有一些 對於性的吸引力 他對外在 外表 或身材啊什麼之類 他會特別的重視 他有些人重視的是 可能就是包含就是事業啊 金錢啊 錢比較多啊 或是個性比較穩重啊 等等之類的 有些人喜歡專屬被疼愛的 有些人喜歡觀音當中 被重視 然後觀音當中能夠做自己 觀音當中一樣能夠發展自己的興趣 和轉場 所以我覺得愛情需求 這件事來看的話就是 可以讓新少年去知道說 其實在他們不同人生經濟當中 他們重視的東西 也許會有一些轉變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在 比如說高中畢業的時候到大學之後 會有很多分手潮啊 或是大學畢業到出社會工作的時候 有一段分手潮 我覺得就是所謂的需求的轉變 然後人們都會覺得 好好像人變現實了 但我覺得並不是 而是說隨著你的年紀增長 你的需求也會改變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最重視的應該就是所謂的身材外貌 所以在青少年當中 最紅的就是IG上啊 或是聯署上 或是媒體上最紅的那些 所謂外在亮眼的人 他也希望很多人喜歡 但是隨著年紀增長 我們慢慢會更重視的是 他有沒有生涯發展啊 個性成不成熟 穩不穩定 然後以及經濟穩不穩定等等的 所以隨著年紀增長 愛情需要也會改變 只要人進到親密關係當中 在性理學來講 就是我們親密關係當中 我們會放大我們所有潛意識的恐懼 比如說我們在一段關係當中 我們會覺得自己不夠好 或條件不如伴侶 然後或是在每次吵架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 對對方的想像啊 或是一些擔憂 都會在觀音當中出現 所以我覺得親密關係當中 我們會看到愛情 我們對愛情的一些缺乏自信 因為當我們缺乏自信的時候 我們開始自我懷疑 然後也會對未來產生 未來感到徬徨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得到 也害怕失去 即便我們今天因為外在的條件好 然後我們得到某些青睞 比如說 我可能跟真正的心中的男神啊 女神交往 但是隨著我們自己內在的 不夠自信不夠建立的時候 我們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我們去談戀愛的時候 我們會擔心對方會不會離開 我們會擔心自己不夠好 我們會擔心自己不值得被愛 所以觀音當中會常出現一些 比如說我們會去 想要爭取對方認同啊 或是測試對方有沒有 真的愛我啊 會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去吵架 去激怒對方 然後到最後 雪崩式的失去了這段關係 舉一個實例來說的話 我覺得青少年這個階段 也很常出現的問題是 現在青少年他們自己都有一些 自己的社群帳號 那大多數青少年的社群帳號 都有所謂的小帳 所謂的小帳就是他們至少有兩個帳號 一個是公開的 大家都知道的 另外小帳就是自己私人的 在校尾年代當中 常見的吵架議題是 他們的小帳假設被其他一些異性追蹤 然後假設他的伴侶按同意 被另外一個異性追蹤的時候 常常引起他們的爭執點 然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會覺得對方可能有異性啊 或是覺得沒有安全感 或是覺得說 對方是不是讓一個異性追蹤 他是不是被胎 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 觀音當中假如是 我是一個沒有自信的人的時候 我們的自我懷疑這些都會出現 然後慢慢就會讓自己的 深埋的恐懼 就出現在那段觀音當中 然後這種不安教律會無形的傳給伴侶 最後我們會失去那樣的關係 這些東西都不太會有機會 在我們人當中被教育 如果有機會教學生 我也很希望跟他們說的就是 要怎樣擁有一段長久幸福的關係 學生很喜歡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要從愛自己開始 然後他們學生就會吐槽說 聽起來很拔辣 愛自己 因為你雖然得到愛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很幸運 你覺得你這樣是天選之人 然後 但是這種喜悅會退去 愛情會回到你跟自己的獨處 和你跟另外一半相處當中 你會看到很多的自己 然後當這樣自己 你自我不夠健全的時候 你不夠喜歡自己的時候 你在觀音當中 你會開始患得患失 會做很多蠢事 或是有可能傷害到對方 或對方傷害到你 那它真正有一段好的關係 其實假設你有辦法接受自己的狀態 然後你也能肯定自己的價值 不是自戀 也不是就是很自我感覺良好 而是清楚看到自己 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 然後自己的生涯穩定 然後知道自己明確 知道自己未來想走什麼方向的時候 這樣的你會很有吸引力 而且會讓你很有自信 然後自然而然也會吸引到你的伴侶 然後你的伴侶對你有很多期望 好像投身 然後也會很認同你這樣子 這才是一個我覺得會比較 讓關係比較長遠發展的方式這樣 然後這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張 負能量梗圖 當中我最喜歡一張 就是你想要愛情嗎 找不到理想中的另外一半也很正常 因為你也沒有成為理想中的自己 不是嗎 這可以回應到我剛剛的所謂的天秤 就是當我們很期望說 我能找到一個很棒的伴侶 很棒的女神男神 那其實在天秤的另一端 其實我也要把自己提升到那麼好 然後自己要很有自信 然後自己要很有價值感 讓自己也變得那麼好 然後我這段關係才能夠有安全感 能夠穩定 然後有互相回饋的發展 然後互相提起彼此成長 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人生當中我們發生的事情有要有壞 有一定有壞的事一定有好事 可是我們可以在這些過程當中 看到曾經發生的好事 然後讓我們去感謝 曾經發生在人生當中的這些經歷 我覺得世界上每個人都值得被愛 但是我們要先學著愛自己 才能學習到 如何去愛他人的語言和方法 這幾個經歷 我真是誇張大學信起 我真的想讓你悔談 提議 你們的店員 已經忘了